大家好,我們是天主教全學學的學生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作品 它叫做成功,它是指紙分成功 我們的構思是源自於學校經常會產生大量的廢紙 有些可能書寫了一版 或者用了單面印刷 令到紙張不能夠勿盡其用 但有時候紙張太多,沒辦法集中處理 另外,要在大量的紙入面尋找是還可以使用的紙張 會極度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發明了這個循環用紙分類器 希望做到環保概念3R裡面的reuse,recycle 分類器是由microbit,摩打,人工智能鏡頭製作而成的 用法很簡單,我們先將紙張放進去 當紙張放進去之後,人工智能鏡頭就會變色 究竟是白紙,還是已經被人用過的紙 為什麼鏡頭會懂得變色 只是白紙,還是有人用過呢 其實原理很簡單 是我們用machine 9,即是我們會教導鏡頭 變形不同的相片和不同的紙張 現在就是我們的示範時間 這個是我們生活中數目的白紙 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機器 都是我們的主角 我們把這個白紙放進去 按A鍵 它就會滾到前面 識別之後 被方為白紙類 就會推向左邊 而這張廢紙 在我生活中都是信用的 把它放進去 都是一樣 按A鍵 它就會識別為 廢紙類 就會橫向右邊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暫時的設計 可能你們會練習 我們要確保我們看完紙張的兩板 在未來 我們打算在下面都加設鏡頭 那就可以一次過看完兩板 我們現在都可以手動去解決 做法就是把所有被辨認為 已使用過的紙張全部反轉 再送入分配器 那就可以確保另一板 都可以分析到它是空白的 但比較用過的 以下有用的紙張 因為已經可以再使用 我們就無需再加以處理 雖然我們暫時只是有很簡單的功能 而且未做到全自動和雙面檢查 但日後 當分類器真是完善之後 老師同學先生 只需要將無用的紙放入機器 就可做到環保概念生壓 機器就可以自動分類邊的 只可以重用 哪些只可以回收 我們今天的觀看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